-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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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還有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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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是陀鴻康 - 又到了禮拜一的恐怖九點鐘了 - 哈 - 今天我們一樣是鬼登獎 - 今天呢 - 第一件恐怖的事情呢 - 就是 - 有人出唱片了 - 來 - 哈哈 - 哈哈 - 謝謝 唱歌好 - 你好 - 這是我新專輯 - 向慧玲小姐 - 道根 - 慧愛請求 - 是 - 哎呦 - 原來我出唱片是很可怕的事 - 因為 - 聲音太好聽了 - 哦真的 - 對其他的台語歌手來講 - 是一個恐怖的事情 - 哇 - 因為他們的勁敵出現 - 真的 謝謝 - 哈哈 - 請買正版 - 是 - 不要再買倒版了 - 好不好 - 是 - 謝謝 - 今天呢我們很高興請到周教授 - 在我們這個賽事開始之前呢 - 周教授要有一件事情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 是不是 - 我們去芬爾賽公旅遊啊 - 在後面一個叫特里安隆公啊 - 他們闖進了時光隧道 - 他們竟然進到了1789年啊 - 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後的某一天 - 嗯 - 何以證明呢 - 因為他們懂法文 - 看到了馬列皇后 - 馬黑安童年呢 - 在畫畫 - 面容哀妻啊 - 跟旁邊貴族在聊天 - 那麼這個貴族講出名字出來了 - 他們聽得懂裡面的內容 - 這個影像出現呢 - 是二維的 - 兩度空間 - 是灰色的 - 我們看這個所謂鬧鬼現象呢 - 沒有景深的 - 嗯 - 不是立體 - 但都呈現灰色 - 皮膚 衣服都是灰的 - 消失了之後 - 他們好像愣住了 - 後來回來研究啊 - 有人說可能是 - 某單位拍什麼舞台劇 - 那時候沒有電影了 - 或者演馬戲團 - 後來證明沒有 - 後來他們去找歷史的資料啊 - 請教這個法國大革命的專家 - 他們確實回到那一天 - 那個場景是正確的 - 對白也是對的 - 但不可解 - 不過妳剛剛講的這個灰色的 - 我就一生馬了 - 好 - 一開始就已經很恐怖了 - 你在講誰 - 這是一個就是沒有發生很久的事情 - 是指大概去年吧 - 去年年尾的時候 - 然後這件事情我們一直覺得很害怕 - 之後我們就比較少去KTV - 因為有一次我們就接 - 很有大家就接說要去唱KTV -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唱就很高興 - 然後我就發現 - 對面有一個男生好像還蠻可愛的 - 然後就一直去看我這邊 - 然後結果就唱一唱那個男生 - 就突然就走過來問我說 - 就說不好意思 - 你們這邊是不是有一個女生 - 然後她剛剛覺得她很漂亮 - 可是她去洗手間以後 - 就沒有看到那個女生出來了 - 那可不可以就是幫她介紹一下 - 然後我就說 - 那那個女生是長的什麼樣子 - 妳要不要形容一下 - 然後她就說 - 她是短頭髮 - 她就形容得很清楚 - 然後我就想說 - 我好像沒有這個朋友啊 - 我就說妳是不是喝太 - 有喝酒喝太多 - 妳看清不記得記出來怎麼樣 - 她說沒有 她確定有 - 然後她就說那還是我問一下 - 因為她是很喜歡這女生什麼的 - 我就說好吧 - 然後我就問了我的其他朋友 - 就說欸你們剛剛 - 妳們是不是有朋友來 - 然後是短頭髮的女生 - 然後穿什麼衣服 - 然後戴多高什麼的 - 然後我那些朋友就跟我講說 - 欸沒有啊 - 就來的就是我們幾個 - 五六個女生而已 - 然後我朋友又問我說 - 欸那是哪個男生看到的 - 要不要就是 - 再問清楚一點什麼的 - 然後我就說 - 喔就坐在對面那個男生 - 我想說欸妳突然不見了 - 所以說兩個人都 - 不存在 - 那個人問我 - 那有兩個 - 那一個 - 所以那個男的也不 - 來問我的 - 對 因為 - 可是我真的確定有人問我 - 我發誓有人 - 就真的有人問我 - 問題是 - 那一天包廂裡面總共有幾個 - 大概 - 十幾個吧 - 你看 - 十幾個裡面只有她看到 - 她有多衰 - 她有多衰 - 以後 - 妳會看服務生從廁所出來 - 嗯 - 怎麼不然再走掉 - 聽說這個嚇到 - 那個也很恐怖 - 很可怕 - 那個真的很可怕 - 你說那個KTV - 是不是 - 在台北市的某個地方 - 對 - 因為她之前她是個戲院 - 是不是我們講的 - 同一個地方 - 造成三十多個人死亡 - 啊我知道那個戲院 - 對 - 後來那個戲院 - 後來拆掉之後呢 - 後來一開始就是 - 就沒有人用 - 為什麼 - 因為會發生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 因為那個照理講 - 那個房子 - 她那個拆掉之後的話 - 她要轉賣嘛 - 地主要轉賣 - 後來沒多久之後 - 要轉賣的人 - 突然間都不買 - 不敢買這樣 - 她曾經有再改建過一次 - 改建過一次之後呢 - 後來也開了戲院 - 換了個名字 - 但是兩個名字是一樣的 - 聲音是一樣的 - 聲音是一樣的 - 聲音是一樣的 - 後來之後就是有人 - 有人就是去上廁所的時候 - 譬如男生如果上那個小便斗對不對 - 上了之後 - 然後就看到那個 - 就聽到那種 - 很恐怖的有人那種尖叫 - 就當時那個混亂那個聲音這樣子 - 女生在上完廁所不是要洗手嗎 - 對 對 - 在鏡子後面就看到 - 很多男男女女有沒有 - 真相在往那個 - 往那個窗口那邊跑出去這樣子 - 傳鏡子啊 - 對 - 鏡子反射出來 - 後來之後就是陸續傳出 - 這樣的一個情況 - 後來之後那個戲院還是一樣 - 因為沒有人敢去了 - 沒人敢去了 - 慢慢慢慢的開始 - 她就倒閉了 - 後來就把改建成為一個KTV - 你 - 你有聽過東西 - 我知道這個事情啊 - 而且現在很多人都不知道 - 所以還是會去 - 所以那邊其實生意還OK - 那家KTV一下 - 那家KTV一下 - 那個 - 以後要唱歌跟我們通知一下 - 所以你在哪一家 - 我們盡量不要去 - 對 對 對 - 好不好 - 好 來 請坐 - 小心小心 - 我可不可以有個請求 - 怎樣 - 這個故事之前呢 - 我發現有專家在現場 - 是 - 還是到現在無解 - 呃 - 我可以問一下 - 所以你現在告解就對了 - 我們這裡是教討的 - 很怪真的 - 可是也很恐怖 - 也很恐怖 - 好 - 鬼遊戲 - 以前都會有些傳說 - 比如說打13個零可以通到地府 - 或者是說 - 就是鏡子前面削蘋果 - 可以看到未來的對象 - 其實以前我們也有一個傳說 - 然後我們有一次在朋友家的 - 傭人房試過了 - 就是說 - 在一個全黑的房間裡面 - 四個角落各佔一個人 - 因為什麼都看不到 - 所以你要從第一個摸著牆壁摸到第二個 - 他才可以這樣再往前走 - 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 走到第七圈之後呢 - 這四個人許願有一個會成真 - 那我們想說就沒事就試試看 - 我們就開始玩 - 那我是第一個 - 走到第三圈的時候 - 我們遊戲就停了 - 我們就不敢玩 - 為什麼 - 因為太恐怖了 - 什麼意思 - 可以請三位幫我一下 - 我才不要 - 沒事 我要不要 - 我們自己也不要 - 我也不要 - 來嘛 - 來嘛 - 來嘛 - 來啊 不要怕了 - 不敢 - 很容易怕了 - 比如說 - 那你站這邊 - 好 - 只要跟你站這邊 - 如果又怎樣你試試看 - 不會 - 站著 - 不會 - 在哪裡 - 你站這邊 - 你站著打個什麼角 - 這個房間是全黑的 - 現在這個房間全黑 - 所以我是第一個 - 我要往前走 - 我摸著牆走走走 - 看不到 - 我碰到你了 - 你去摸趙哥 - 碰到趙哥 - 趙哥去摸康哥 - 康哥懷要摸我 - 走壞摸我 - 你摸到誰 - 沒有人啊 - 沒有人休息應該停了 - 我們玩了三圈 - 摸不到人 - 但是摸到人 - 摸不到人應該停了嘛 - 哎呦 - 什麼意思 - 那到底是摸到誰 - 就是我走第一個 - 我想再贏 - 就是我們不知道 - 四個角不是走著 - 是不是會空一個 - 是是 - 應該這樣空一個 - 但是我摸不到下一個 - 他應該摸到下一個 - 但是我摸的時候 - 多一個人 - 他摸了這個人 - 跟摸我的那個人 - 是誰啊 - 不知道 - 對 因為 - 為什麼會想到這個是 - 因為我第一個 - 我要等很久 - 我就在那邊想想想想 - 欸不對啊 - 然後這個人啊 - 你不是在哪裡玩 - 怎麼要玩這個 - 那時候在陽明山那個別墅 - 反正我很少有那種空的房間 - 可以玩 - 用人房 - 我就把床搬出來 - 然後全黑就開始玩了 - 現在講我多毛 - 這是什麼假的 - 可是我想... - 今天又有一個朋友 - 沒事自己找事做 - 沒事自己找事做 - 對啊 沒事找事做 - 除了錄影之外 - 大家不要相見 - 也不恐怖嗎 - 恐怖啊 - 只要跟你相見 - 只要跟你相見 - 大家跟你玩一玩的 - 欸 Gino 那是誰啊 - 沒有人 - OK - 那這個想法還是要嚇我們的 - 沒有我想 - 有人知道是發生什麼狀況 - 就多一個人嘛 - 你就不知道是誰 - 等用人回來了 - 等用人回來了 - 還打一起玩 - 還打一起玩 - 躲起來 - 又來我房間玩 - 好啦 - 還是蠻恐怖的 - 接下來要講 - 詭異的敲門聲 - 好 我今天要挑戰鬼故事 - 叫做 - 詭異的敲門聲 - 請說 - 呃幾年前那時候 - 我還在這個 - 團體K1裡面的時候 - 很常到東南亞去做宣傳 - 有一次到東南亞的一個國家 - 那我們表演完之後 - 就回房間休息了 - 那天真的很累 - 那我想要打個洗個澡 - 我就要睡覺了 - 那我就在廁所 - 就洗澡洗澡啊 - 那我當然這時候有那個 - 浴簾 - 然後門 - 就我們的門口 - 在座外面就是門房 - 我聽到有人在敲門房 - 勾勾勾 - 其實他大概敲了很多聲 - 因為我在消耳我聽不到 - 我就把消耳關掉 - 我就說 - 呃 我在洗澡 - 然後我不知道是誰 - 然後也沒有在敲了 - 我就繼續洗 - 然後又聽到敲門聲 - 我就說我在洗澡哪位 - 就沒有敲了 - 你想說 - 惡作劇嗎 - 然後我就繼續洗 - 洗洗洗洗之後 - 我就聽到敲門聲了 - 可是 - 哇塞 - 進來了 - 然後我想說 - 嗯? - 激怒與阿飄最驚悚的四母相對 - 我不是一人拉開來 - 我這樣子看嗎 - 我看到有 - 一個人 - 哎呦 流發了 - 醒醒之後 - 我就聽到敲門聲了 - 可是 - 是敲我廁所的門 - 哇塞 - 進來了 - 然後我想說 - 嗯? - 是有人在 - 是有急事 - 所以只用那個 - 萬能卡 - 把我的房門打開 - 嗯? - 我就說 - 對不起哪位 - 我在洗澡 - 這樣很沒禮貌 - 沒有停 - 一直敲 - 一直敲 - 敲得非常猛 - 非常猛 - 我就覺得怪怪 - 我就把浴巾先圍起來 - 想出去講事情 - 正在圍的時候 - 廁所的門打開了 - 那我就想說 - 哇這個太誇張了吧 - 我正要罵人 - 我就浴簾一拉開 - 反正我有綁浴巾 - 一拉開正要罵人 - 門是打開的 - 然後 - 門是打開的 - 然後 - 我浴簾拉開來 - 我看門是打開之後 - 我就往我的角落看嘛 - 因為我在浴缸裡面 - 這是浴簾 - 我不是浴簾拉開來 - 我這樣子看嗎 - 我看到有一個人 - 跟我做一樣的動作 - 她是浴簾拉開往裡面 - 同步就對了 - 就是我好像在看鏡子 - 聽懂 - 我這樣子看 - 她是跟我做一樣的動作 - 可是我看不到她的臉 - 因為她是看裡面 - 當下 - 我跟你講 - 人的腎上腺素就是 - 你也沒時間攪軟了 - 就直接衝出去 - 我就一路衝衝衝衝衝衝衝 - 衝到時候下櫃台 - 接電話 - 打給我經紀人 - 跟我經紀人說 - 我出事情了 - 趕快下來 - 然後 - 這件事鬧得非常大 - 就連那個 - 五星級飯店的經理啊 - 所有的高級主管都下來 - 然後大家就說 - 那我們幫你換房間 - 那可能 - 會不會是太累了 - 怎麼樣怎麼樣的 - 後來我就覺得 - 很不對勁 - 然後後來才 - 從 - 那個國家的友人 - 我們在那邊有一些朋友 - 就是說 - 他還有找出一張報紙 - 就是以前很舊的報紙 - 上面有寫就是 - 在我 - 住的那間飯店的那間房間 - 之前有發生過一個熊殺案 - 是一個 - 男生 - 他跟小三在這個房間 - 被女朋友抓到 - 然後男生情質之下 - 就把女朋友勒死了 - 那勒死之後呢 - 他們這個國家有一個習俗就是說 - 因為他是冤死的 - 所以他會回來找你 - 所以他會回來找你 - 所以你必須要把他的頭割下來 - 然後跟身體分開藏起來 - 然後 - 然後後來呢 - 這個頭是在 - 我那個浴缸樓上的通風口的裡面 - 被警察找到的 - 所以 - 他在找頭 - 所以大家在想說 - 其實那女生是不是 - 其實他是在找他的頭 - 然後就看看我浴缸裡面 - 有沒有 - 然後 - 然後 - 所以我也沒看清楚他長怎麼樣 - 然後 - 我後來有啦 - 有就是 - 莫戀剛剛講說 - 像你找就找到你的頭 - 欸已經找到了啊 - 對就是可能不知道警察拿去哪裡 - 他的 - 身體是什麼顏色 - 白色耶 - 不是灰色耶 - 可是就是 - 因為那個 - 那個 - 什麼 - 瓷磚 - 是很淺的顏色 - 所以我只是很 - 因為我覺得很淺色 - 因為我只注意到他是這樣子 - 看裡面 - 我只覺得是個淺色的東西這樣 - 所以你當時沒有頭這樣看 - 不敢 - 我真的當下就是 - 哇 - 我沒有想說是鬼還是什麼 - 我只覺得這個 - 這個動作太詭異了 - 太恐怖了 - 不管是人也我也覺得很恐怖 - 如果他是瘋子我都覺得很恐怖 - 我就衝出去衝到樓下 - 對 - 然後現在講到我想到那個時候還發毛 - 這個太恐怖了 - 那你 - 你衝出去的時候是裸體嗎 - 沒有 我那時候還 - 他在敲我廁所門的時候 - 我就覺得我要處理這個事情了 - 我已經把浴巾 - 先綁上 - 準備要出去處理事情 - 因為你覺得有人進來 - 因為我覺得怎麼可以進到我房間裡面呢 - 然後還敲到我廁所的門 - 就我在綁浴巾的時候 - 門就已經我聽到門被推開的聲音 - 對 你這個太恐怖了吧 - 然後我就哇 - 可是因為我 - 我從小就比較容易 - 有這種 - 體質 - 只是我 - 這次是我很直接就 - 看到的經驗 - 你有出門都不要洗澡好不好 - 為什麼 - 太恐怖了啊 - 那你後來再去住 - 就是飯店你有沒有陰你 - 欸 其實我在 - 出去工作我都會有挑飯店的習慣 - 而且都會隨身 - 可是挑沒用 - 挑沒用啊 - 因為我覺得飯店很容易 - 啊不是 挑房間 - 有些房間很妙喔 - 房間也很難挑啊 - 我一去 - 你一去一些房間你走到門口 - 你就覺得怪怪的 - 然後就連我真的挑到房間的時候 - 我都會習慣在門口撒鹽巴 - 然後鞋子亂放 - 呵 - 就是人家說這樣我就照做 - 請帶海鹽才有用 - 喔是嗎 - 我沒有我都用家裡金用鹽 - 金鹽沒有用 - 就是還可以吃這樣 - 要用海鹽 - 粗鹽啊 - 玫瑰鹽可以嗎 - 玫瑰也可以啊 - 粗鹽我們今天現場也有 - 給大家看一下粗鹽長什麼樣子 - 唉唷 - 就不會買出 - 今天帶來給製作人兩包 - 他們家最近不是鬧得很兇 - 哈哈哈 - 可憐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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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製作人 - 可憐啊 - 买兩卡車 - 可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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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會 不會 我很害怕 太好了 怎樣 看幹嘛 沒有啊 就在彈琴啊 我不敢看啊 手指擋住了 好可怕 好可怕 哎呦 這恐怖 那個是臉啊 對啊 好恐怖 哇塞 我剛剛眼淚差點飆出來 怎麼說 你是還沒睡飽還這樣 不是不是 老白瑜 太恐怖了吧 可是他為什麼要那麼特寫 才會看到那張臉 為什麼 就是他原本廊的時候 那個鏡頭很廊的時候 把它放慢 然後擴大 對 一般都是這樣 誰沒事那麼假 就看一個鏡頭那麼熱硬吧 他有人發現 然後他特別要撥在網上 他特別把它放開 哇塞 好可怕喔 我們再看一次好不好 遠遠的真的看 哎呦 一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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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剛剛就在啊 現在又沒了 現在對現在不見 有沒有 哎呦 Oh my god 出來了 好可怕 好可怕 好把這段影片呢 寄給那個殷琪 好可怕喔 這傢伙真的很怕 然後你做那個電腦的那個桌面 好不好 一開氣就是這一段 對對對 這個很厲害喔 這個很厲害喔 這個有嚇到你嗎 還是你覺得還 啊你覺得還好 他見多視光 他每天看這個 今天我們開頭提那個那個事情 我就講出名字台 就是戲院啊 我們知道延避南路有一個新生報 後來延避這個不行了 後來改為 那有幾個故事當年在台北市流傳 但是很難查證 第一個就是說 他那個午夜廠的票呢 最前面幾排都賣掉了 我們知道午夜廠人很少 大概都是13到16排是黃金那個地段嘛 只要是有賣出最前面的票的時候呢 那晚上就出什麼狀況 有人就看有人走來走去還戴著帽子 那個整個暗影子遮到那個觀眾的視線 他們就開罵 可是到前面位置一看呢 非常沒有人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洗手間的事情啊 有女孩子這個方便完之後 在灌洗手 後面有人跟他講話說 小姐我比你漂亮 他會看到一個女孩臉是燒焦的 因為有些鬼妹鏡子裡面照不出來 他是透明的啊 當然就昏倒了 後來他的這個男方進去找他 不曉得是夫妻還是男朋友 那個後來還有更更恐怖的事情 附近那個住家的 在半夜的時候接到無名的電話 電話裡面呢 只講一句話說 我很乾 因為當時死的人可能是坐電梯啊 這個這個人都沒有逃生常識啊 電梯裡面被燒死了 所以很乾嘛 這也可以是惡作劇 難怪你剛剛覺得那還好啊 你不會知道這些事情 堅持守護家的外公外婆 是我住在花蓮的外公外婆 然後在這個家裡面發生的一些事情 幾年前外公過世之後 然後他們就把房子留給住在台北的表哥 有一天晚上表哥睡覺的時候做夢 夢到外公 外公就問他說 您阿嬤呢 他在哪裡 你... 有帶情緒的嗎 他不會...不是罵人 不是罵人 對不起我誤會了 我誤會了 就是說您阿嬤在哪裡 我要把他帶走 後來表哥就醒了 結果隔天就接到電話 花蓮打過來的說外婆過世了 然後剛好是外公過世的第一百天 然後鄰居他們都說 是因為外公跟外婆太相愛了 所以外公捨不得外婆傷心 就把他一起帶走了 後來表哥本來要在那天白天 趕到花蓮回去祭拜外婆 可是因為臨時有事 走不開 回到花蓮的時候已經晚上了 然後他們一行四個人 就進去祭拜外婆 結果拜完之後 要把香插到香爐的那一刻 插下去那一刻 全部的燈都暗了 然後從外婆過世前住的那個房間 傳出外婆的聲音 哎呦 哎呦 就是那種 他生病那時候中風那時候的 聲音的聲音 就是很痛苦的聲音 然後他們當下四個人都嚇到了 因為不是只有一個人聽到 是全部的人都聽到 可是他們也不敢 就是多說什麼 雖然外公外婆都過世了 但是表哥他們就是每年過年的時候 都還是會回去家裡看一看走一走 呃有一次他們就是 大家在廚房裡面就買菜回來 這邊煮飯炒菜 就覺得後面好像一直站著一個人 而且還聞到很濃很濃的消毒水的味道 然後可是轉過頭去看 沒看到人 然後那個消毒水的味道也不見了 後來就是舅媽才回想起說 那個味道好像就是外公那時候在醫院過世的消毒水的味道 而且我們也回想起來就是以前外公外婆還在的時候 我們回家煮飯炒菜的時候 外公他都很習慣會站在後面看我們炒菜 嗯 然後後來有一次就是鄰居在跟表哥聊天啊 他就說 呃 你外公過世前一天晚上 他們一直聽到撞牆的聲音 還有鐵鏈的聲音 然後後來他們就想說 應該是黑白無常來帶外公回去 然後呢他們還提醒表哥說 欸為什麼那個半夜啊都常常會聽到 就是你們那個家裡面啊還有那個電話鈴聲響 那既然你們現在都沒住那邊了 然後手機又那麼發達 就把室內電話停掉好了 這樣也比較不會那麼浪費錢 但是後來表哥聽一聽他也沒有多說什麼 因為他心裡知道那個室內電話很早就停了 所以你 你 那也是你的外公外婆 是我的外公外婆 所以那個房間是空的 對是空的 可是我有問表哥說就是 在那個房子裡面就是遇到那麼多事情 然後應該是代表說外公外婆 就是很捨不得我們 所以他們就一直留在那個家裡面 嗯 但是我說那要不要請人家去 就是 對 處理一下 可是他說 因為他之前有帶他的朋友回去 他們都沒有感應到什麼 所以他們覺得說應該是他們對親人放不下 所以只有他們的親人才會感應到 他們還留在那個家裡面 嗯 嗯 好 這個真的比較溫馨一點 是 家裡面的那種親情的感應 來 請舉牌 好 GINO是全 向小姐是 差 一 二 三 好 GINO要繼續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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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 有什麼恐怖的故事嗎 很多 你為什麼很多 拍戲 沒有有時候拍戲的工作一定會遇到一些 像剛剛我講那個 你講個最恐怖的 我講個老梅的鬼屋好不好 老梅 拍戲那個北海道 往金山那邊走 怎麼樣怎麼樣 我講簡單快點 我們那時候十幾年前拍電影 一個劇組到那邊 呃在海邊找了一個場景 那當時我不知道這個事情 可是我當時曾經是在那個場景是唯一 晚上 呃 製片說 那個小趙 這個 各位我們都去外面的河堤 海那邊去拍 你幫我們雇這個房子 哦 我那時候也沒想太多 想OK吧 反正就這樣 拍了拍了拍的時候 因為我賽裡面角色還算還OK 所以戲有點多 可是這樣拍拍拍拍一陣子時間以後 隔了幾天 我再回去那邊的時候 就聽到有個製片講 哇 這沒幾天再不拍完不行 我那時候沒有意會到什麼意思 因為製片有三四個製片 有的是負責場景的 有的是負責吃啊交通什麼 我就問一個比較跟我好的一個製片 我說請問一下 這邊到底是怎麼了 你怎麼會講那些話什麼什麼 他說不能講不能講 講這個會出事情 反正到時候再說 他說到時候再說這樣 然後聽說 因為每天晚上 因為那個房子是一樓到三樓算套廳 所以呢請了場務 助理呢去那邊住 就是每天要顧夜 因為裡面的房間啊 格局裡面裝潢都跟住家一樣 所以也怕人家小偷來偷東西 是這樣子 聽說輾轉的那個 場務有一天 帶女朋友一起跟他守夜 之後那個場務 隔一天以後 再也看過那場務 他沒來做了 跑掉了 可是只有那個製片知道 是出什麼事情 然後包括那個場務的領班啊 什麼打電話 就找不到這個人 我是到喝殺金酒那天 才知道這件事情 是說 那一戶鬼屋在老梅非常有名 有名的是 那邊本來是有家族好幾個人 都住在那裡了 其中有一個不知道是病死還是怎麼樣 發生那個狀況 那之後變成 每一年每一月 就同年不同年 那是同月同日同時 家裡會有一個人也發生這樣的事情 不管是病死的 還是走樓梯摔下來的 還是發生什麼事 都死在那個家裡 那當時那個製片 不知道有這個事情 就租了這個房子 也覺得 怎麼那麼快房東就答應了 就原來還有活的人是 願意就是把這個房子租給他們 但是有跟他講說 你一定要在哪一月哪一天 要搬走 要拍完 要不然出了什麼事情他不管 後來是從隔壁的鄰居 才知道說 這一戶人家是出了有名的鬼屋 而且常常晚上啊 就算不給人家拍片來講的話 常常晚上你就看到 這個家本來就荒廢沒人住 日光燈會亮又關 常常會有這個事情 所以住在隔壁人都嚇得要命 那我聽過一個 在那邊拍戲 老妹那一個鬼 那場屋都要去啊 其實就真的不知道 其實就是離職而已 應該就是離職 我們期待的是那個場屋發生什麼事 對啊 他怎麼嚇到不敢 他沒跟你講 不是今天那製片是講 他晚上做完 做完愛做的事情以後 女朋友去上廁所 洗洗洗澡洗澡看鏡子的時候 一個女的跟他貼過來 那個女的嚇一聲音調 貼過來啊 對就是跟他一起照鏡子 哇塞 你不要浪費我 真的是在那裡照鏡子 哇 真的很兇喔 對 那個地方是著名 好像連同月同日 死了七個嘛 連續七年死七個 好 趙哥這個恐怖 趙哥這個聖過 趙哥我可以坐那裡來 哈哈哈哈 那我站 那我蠻恐怖的喔 這個殷琦知道 這是鬼不死 我那我要 我 我很認真 那我要可以挑戰一個嗎 挑戰 對這個我從小 小時候發生 我到現在都會記得 好來來來來來去坐 好我很認真 真的 再沒有 再沒有的話你就可以先走了 好了 路邊的鬼燈 我小時候是小朋友 我記得我還在讀大概 國小一二年級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因為 我每天放學都是自己走回家 然後有一天我走回家的時候 我在路上啊 就遇到 就在地上看到有一個 就是類似燈籠 可是它不是那種圓形的 它是有那種四面的那一種 就那種很像古蛋 然後人家吊起來那一種 然後它上面就畫了很漂亮的女生 比如說什麼貂蟬啊 那種四大美女圖 然後我那時候小朋友 我還記得我就去把它撿起來 我就說哇好漂亮喔 然後我要回去 然後回去給我媽媽看 然後帶回家以後呢 我回家以後發現 欸我就開門 我就發現我媽媽在睡覺 然後我就把那個東西走走走 然後把它放在那個樹莊台那邊 然後我想說好 那等我媽媽起來的時候 她就會看到 那我先出去客廳玩 然後我就跑出去客廳玩 然後大概過了一下子以後 我就聽到我媽媽的房間有聲音 我想說啊我媽媽起來了 我要趕快就是去獻保 我就那個門一打開喔 就看她這樣揮手腳 我在想說她可能還要睡 她叫我出去出去 然後我就說喔 然後我就把門又這樣看 然後大概過不到10秒20秒 我就聽到我媽很大聲的叫我的名字 然後叫我進去 命愛現場 王者的交流 當我看到她的時候 那個風一吹的時候 那個屍體那個人這樣轉到這邊 就有點飄 就是空空飄盪子 跑到這邊來的時候我就認住 就認住的時候我就不看 就是 我的媽啊 她大概過了一下子以後 我就聽到我媽媽的房間有聲音 我想說啊我媽媽起來了 我要趕快就是去獻保 我就那個門一打開喔 就看她這樣揮手腳 我在想說她可能還要睡 她叫我出去出去 然後我就說喔 然後我就把門又這樣看 然後大概過不到10秒20秒 我就聽到我媽很大聲的叫我的名字 然後叫我進去 然後想啊我媽媽終於起來了 然後我就跑跑 這東西又開門再跑進去 我媽非常生氣 就大吼說 妳是不是撿什麼東西回來 我就說 我就說喔對阿對阿 因為那時候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小朋友 我就把那個東西這樣撿起來 然後我給我媽媽看說 媽媽媽你看 很漂亮我剛剛撿回來的 我媽非常生氣 她就說妳在哪裡撿到 妳現在就馬上給我拿回去 放在那個地方 妳以後不要不准再給我撿任何東西回來 我就說為什麼 她就說妳知道她原本在睡午覺 她是這樣子睡嗎 然後睡午覺睡一睡 她就突然就覺得有四個女 有人掐她脖子 她就打開眼睛 就看到四個女 四個女的 就一直掐她脖子 所以她那時候 其實發出聲音是在掙扎 然後她就突然看到我把門打開 就是這樣門一開 然後她就看到我 所以她非常害怕 因為她突然她就發現說 我門一開的時候 我一出現的時候 那四個女生 就突然這樣轉過去 這樣一直看著 在門口的那個我 然後有一個就要靠過去 然後她就更用力 一直想要發出那種聲音說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 所以那時候 我是以為她叫我出去什麼 我就把門又關就走掉了 所以她就花了很大力氣 就突然就這樣起來以後 她就馬上叫我名字 叫我進來說 以後不可以再發生這種事情 現在開始投票 投她個人 第一個故事 比較恐怖 她講的第二個故事比較恐怖 現在很差 第二個比較恐怖 就舉圈 1 2 3 妳就講這個就好了 妳之前講那個什麼 我想說比較近 可是那個 那個比較近 妳這個比較遠 在台中 我真的想 我發誓這件事 我真的有隱隱 因為我很害怕 可是我真的 我媽就有說過 妳任何東西 就是在路上 就是不要撿回家 以後 勝選通告 這出來我有沒有用心 但是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好不好 今天帶一本書 這個絕版呢 大家看一下靈異照片 這有四張 我有一張一張解釋 第一張是這個 1936年 在英國一個城堡裡面 攝影師拍到一個女鬼 這個人是當小三的結局 所以我們不要當人家小三 大概自殺的 但這個照片呢 我們唯一無法判斷是 她是上樓還是下樓 因為她是透明的 我們看這種靈體 她的上半身比較清楚 甚至五官很清楚 後面是遮到的 下半身是透明的 通常是沒有腳印的 但是不一定 有的鬼有留下 什麼血印啊 水印都有 那這張是在法國拍 這邊有一個中世紀的傳教士 這張是澳洲的彩色 這有一個人手 有人認為說這是歐洲劇 但是當時還沒有合成照片 沒有電腦這個東西 這個超明顯的 多一個人手 那這張最有名 這在葡萄牙 因為葡萄牙姓天主教 在一九一幾年呢 有一個修女啊 在招魂術的時候 洋人叫做這個 就是降神術啊 招魂術 但她呈現這個平面的啊 我們唯一不能解釋就是說 衣服它是沒有肉身的 怎麼會出現靈體 應該是裸體才對啊 但這個出來都是有衣服的 但是沒有任何表現 它好像是一個停革的狀態 那有的比較通靈的 比較厲害的人跟她對話的 知道她當年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就慢慢散掉了 那這幾張證明都是真事的 所以我想我們這個攝影棚裡面啊 有的比較成就也不太乾淨了 我們不可以亂講話 因為據說在那個世界 他們也收看靈異節目啊 就看我們有沒有胡說八道 是喔 對 我等一下講是在英國發生一個真實的故事 有點長 根據這個夕陽禮節 如果你邀請鄰居來什麼 開派對或者是吃飯的話 也要給他一個邀請卡 不是口頭講或者打電話就是了 然後有一位年輕的男生呢 他接到一個邀請卡 是有一戶人家 他的女兒20歲生日啊 要開一個大型的派對 但他不認識這家人 那他是化妝不會 要帶一個什麼禮物啊 化妝成什麼樣子 他都準備了 後來開車到那個地址 結果是在荒郊野外 在一個深山裡面 那突然有了一些這個 就是天氣的變化 蠻恐怖的 他還是硬著頭皮往前找 後來真的找到了 一個很大戶人家 燈火同名 後來進去的時候 裡面人都認識他 他不認識裡面所有的人 後來跟了女孩見面 一見鍾情啊 他們一起還跳舞還聊天 到了半夜呢 這個女孩跟這個男生講說 我家要出事情了 你能不能帶我走 我們知道英國這個 有所謂這個教養的人啊 他們不會幹這種 不道德的事情啊 你說剛剛才認識你啊 怎麼可以把你帶走 拒絕了 這女孩非常傷心啊 就送他兩樣禮物 這女生呢化妝成那個蝴蝶 他把那個四張這個翅膀 硬殺的白色解下來 送給他 另外送給他一串那個鑰匙 那個鑰匙 那個鑰匙不是開門用 是藝術的 像那個拆心刀一樣 是金屬的 他就收下來 這個男生就放了車子後面了 就跟他告別了 結果下山又出現暴風雨 他迷路了 東轉西轉呢 就跑到一個農莊裡去啊 去敲門 農莊住了一對年紀大的夫婦啊 問他從哪裡來 他說我從哪裡來 這對夫婦的表情有點怪異了 這男生想 怎麼今天遇到一些奇怪怪的人啊 這對夫婦說 明天早上再告訴你真相 他一晚上沒有睡好 早上在用餐的時候呢 這對夫婦跟這個小男生說啊 你昨天遇到人全部都死了很久 但很久很久以前 的確有那戶人家 也是女兒二十歲過生日 開什麼什麼派對 然後呢 因為半夜起火全部燒死了 但是每一年呢很奇怪 到了那個季日前後啊 就你這樣的人被邀請啊 到那個生餐裡參加舞會 但是沒有任何男生把女生帶出來 所以這個歷史一再重演 這男生不相信的 我想各位觀眾跟在座的朋友 如果您是男生 你下一步要幹什麼 和慘叫幾聲嗎 我去廟裡走一走 不是 我會去看我他送我的那個 啊對了 猜對了 結果他在後座看到兩樣的禮物啊 那個翅膀一半燒焦 他轉完明明是親手交給他的 另外他那個那串鑰匙 已經修得拿不起來了 表示很久以前的東西了 再下一步呢 再下一步 再慘叫幾聲 再下一步重點 或者請什麼神父牧師來 來超讀 沒有 他又回到現場去看 他不信邪啊 結果回到現場 白天嘛 真的是荒煙漫草 成為廢墟 昨天晚上看到是很漂亮的 對 就是這個故事在英國是 真正發生過的 一個非常 而且是以前的故事 好 來 請投票 GINO是 全 周老師是 X 預備 1 2 3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好 各位 準備好你的心情沒有 來 我們又有一段影片 請看 影片最恐怖了 要手 要幹嘛洗衣服 對 這是一個洗衣店 在日本 日本 真的很恐怖 有一個手出來了 在哪裡 在哪裡 你們都瞎了嗎 真的沒有嗎 沒有嗎 沒了 不要 這樣很恐怖 注意看 這個太恐怖了 在眼睛裡面 假的吧 還是有人不小心困在裡面 應該沒有人那麼笨吧 注意看 看他走過去 他正後面那個嗎 對 出來了 可是這都有破綻 他走過去 他又收回去了 你看他旁邊的那個洗衣機 都有個白色那個封條 只有那個沒有 為什麼這樣 隔壁也有 隔壁那個也是熟嗎 隔壁那不是 不是隔壁他沒有封條 對 對 哎呦 好像蛇喔 好恐怖喔 出來吃東西來幹嘛 這個 我相信 九點鐘 看完我們節目 如果你要去自助洗衣的 哈哈哈哈 先緩一緩吧 明天再洗 記得隨時回頭 這個是也是 這個是監視錄影機 可是那看起來很可怕 就是我覺得監視錄影機 拍到的東西是最真實的 因為它一直在錄 對對對 那有些人可能他在檢查才發現 有些人可能沒檢查 可能也拍到一些有的沒有的 可能就忘了 不知道 遊蕩的靈魂 這是我一個菜鳥記者的經歷 當時我很年輕 記者所以恐怖 民國79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跑社會警政 結果我就聽到那個警務頻道 就聽到了一個那個命案的代號 以前都是用警方都是就是說 有發生什麼案子 他都用所謂的代號這樣 然後我當時聽到這一個代號的時候 我就想有命案發生 那我就騎個摩托車 然後就到了板橋 那個時候是秋天 所以那個秋風色色 有點寒意 那下午大概四點多的時候 我到那個地方一看 我想哇 那個地方就是 它有一個小院子 它是一個日本式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木造的平房 顯然就是說這個 命案發生的地點 這個就是這戶人家的經濟能力 應該是不錯的 後來的時候我就進去 在門口的時候 就看到一個制服員警 進去我就跟他打算 找我拿個計程證 然後我就進去 因為以前沒有那個管制 所以後來我就這樣 直接就這樣子 透過走過小庭院 然後就進了那個 房子的客廳 客廳也有一個制服員警 然後我就開始就 拿出我的本子 拿出我的筆 然後就問那個那個 員警說 這個死者身份是 是誰 然後他的那個性別 最後的時候我就問說 這個女的她是怎麼死 結果她那個假說 疑似上吊 這個時候我就這樣子 把她眼睛這樣 往那個通到這個廚房底 那邊看的時候 在廚房內有個門 那個門員 然後呢 門員就突然間就這樣 突然間有一個女生的頭 就這樣露出來 你就直直看著我 就這樣露出來看著我 我就這樣對望了一下子 我也撒掉一下子 我們大概對望了 大概六七秒這樣 然後我就認了一下子 我就想 就直接問那個警長說 哎呦你們怎麼會有派女警來啊 政府員警就說 沒有啊 我們什麼時候有派過女警 我說你們這次同仁人來 來了幾位 他說一共三位 喔 門口一個 客廳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呢 他說另外一個在最後一個臥室 因為那個女生呢 後來就在那邊上吊自殺了 所以她要看護的那個屍體 後來我就說好 那我們去看一下好了 然後我們就去看 我就走走走走走 走到那個最後一個臥室那邊的時候 因為她的門沒有關嘛 她那個門是拉門 門沒關的時候 我就這樣子眼睛這樣一看 就看到那個 掉在那個半空中的那個屍體 然後當時的時候 有點風吹近 那個通風是很好的 那個屍體的那個臉喔 本來是朝的側面這樣 等我看到它的時候 那個風一吹的時候 那個屍體的臉就這樣 轉到這邊來 就有點飄 就空中飄蕩 轉到這邊來的時候我就認住 哎呀我的媽 我也認住了 這可怕的畫面 能否說給你聽 哎呀我的媽 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那個最後一個臥室那邊的時候 因為它的門沒有關嘛 它那個門是拉門 門沒關的時候 我就這樣子眼睛這樣一看 就看到那個 掉在那個半空中的那個屍體 然後當時的時候 因為有一點風吹進來 那個通風是很好的 那個屍體的那個臉喔 本來是朝的側面這樣 等我看到它的時候 那個風一吹的時候 那個屍體的臉就這樣 轉到這邊來 就有點飄 就空中飄蕩 轉到這邊來的時候 我就認住了 因為認住的時候我就一看 就是 我當時在跟警察問這個 這個死者死者那個死因狀況的時候 就跑出來 看一張臉 同一張臉 然後我看到她臉的時候 那個情況是 因為她上吊自殺的時候 通常就會有點 舌頭會有點微土 眼睛真的很大 我那時候看到她的時候 眼睛就這樣真的 那一模一樣 那麼大的情況 然後她看著我這樣 後來之後我就說 我說我看到那個女的 就是這個女的 就看到裡面那個警察 一聽的時候 趕快咚咚咚咚 跑到外面來 然後從那個房間跑到外面來 然後陪著我那個警察呢 我們這三個人就說 她就講是你講 真的來講講 你是真的看到這個女的嗎 我說我真的親眼看到這個女生 這樣子 然後就看到 那半張臉就是她瞪著我這樣 後來我們兩個三個人 就不講話 個人點了一根煙之後 就默默的就走出來 之後再也沒繼續過 就等法醫根起來 關起來 那這個女的的話 在當地是板橋的一個旺族 快五十歲了 然後呢 她是因為酒病驗 是因為磷化癌症 可能受不了 因為這樣子就自殺了 這以我們的經驗 記者先生跟法醫先生 帶來的故事都是最恐怖的 真的 請投票 太恐怖了 GINO是差 好不好 我是差 胡先生是勸 一二三 哎呀 果然 今天 我們最恐怖的還是我們的 胡先生 胡大哥 今天我們就想給他送給你 來啊 哎呀 哇 現在 哇 製作越來越精美 來 麻煩胡大哥 拿出來看一下好不好 好 對 你應該有很大的 工作上的幫助啦 還是 還好我不是冠軍 還好我不是冠軍 OK的 那哪個在左邊 哪個在右邊 應該是這個在左邊 對 對 能不能不要金鳥 哈哈哈哈哈哈 感慨啊 人生哪一段 不是黑點的運命 雖然百里安 啊 為愛親父 啊 人生哪一段 我猜いる會 你會不會 我猜人 最後一段 是 我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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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